感谢神的恩典 向我们继续在这边聚会敬拜神 在这边一起来查考圣经的道理 向我们继续根据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里面的记载 这是彼得长老用应许的一个角度来谈到 我们信耶稣之后的身份有所改变 信主之后 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早上我们谈到我们也具备有君尊的祭司 这样的身份 所以从应许的角度来看 每个信耶稣的弟兄姐妹 就是我们每个信徒都具备君尊的祭司的身份 那早上我们是从旧约的记载来看祭司的身份 根据出埃及记十九章里面的记载 神应许的就是有祭司的国度要被建立起来 因为百姓害怕 最终只有摩西一个人神呼召他上山 作为一个神跟人之间的中宝 以后神透过摩西来告诉亚伦还有他的孩子 是摩西在西哪山上的时候 神特别指定要用亚伦还有他的子孙来做祭司 因为他们同属立位置派 所以立位置派也成为在会幕里面为神工作的人 尤其在山下他们拜金牛的时候 摩西就让立位的子孙全部站出来 要在百姓当中把罪恶除去 并且也要这些立位人能够自节 自己捷径然后再归向耶和华神 以后又有一个非尼哈 因为他有着神的记邪的心 所以神就把永平安的约赐给他 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 这就是我们从旧约圣经里头所看到的 跟祭司有关的事情 因此从那个时候开始 祭司的工作就是在会幕 在神的面前做献祭的工作 一切跟崇拜跟献祭有关的 你都不可以自己 一定要透过祭司 那第二个 他还要教导神的百姓 懂得神的律法 甚至还要教训有一些不守法的 第三个工作就是为百姓住 那这就是神给祭司 特别的一个工作的职任 一个工作的项目 在整个秋雨时代 那下午我们来谈到 新约时代的祭司 原本祭司这个工作 虽然是历卫人是亚伦的子孙 可是毕竟人带着肉体 人还是会犯罪 那在祭司当中 每一年都要选一个大祭司出来 这些祭司平常 虽然在为百姓 做献祭 做赎罪 做代求的这些工作 在祭司当中 如果有人也犯罪了 如果有人也不守律法了 那这时候就是有大祭司的工作 那所以以前 大祭司他每一年一次 要进入我们那个圣殿里面 有圣所 然后最里面有一个至圣所 那这里面的这一层 只有大祭司每一年 可以进去一次 他们要为全体的国家 为国家全体的人 也要为全体的祭司 那按照神所规定的方法 每一年大祭司进去一次 为的就是要成为一个中保 带求 赦罪 让全国百姓 所有的祭司跟神和好 但是当弥赦亚来的之后 弥赦亚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之后 圣经就有这样的一个记载 我们来看西伯来书第七章 因为西伯来书里面谈到很多有关祭司的事情 可是这些祭司虽然是神指定的立位支派亚伦的子孙 好像早上我们有看的西伯来书五章第一节那里所讲的 这些祭司是从人间挑选的祭司 当然就是包括那个大祭司 这本是奉猜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 这本是奉猜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 在资圣所里面要来献上礼物 和赎罪的祭 五章第三节就讲 因为他们是人带着肉体 所以他们常常要为百姓和自己献赎罪祭 因为这些祭司是从人间挑选出来的 但是到第七章谈到一个祭司 是跟一般的祭司不一样的 七章第一节这里说有一个人叫做 麦基什德 麦基什德 七章第一节 麦基什德 西伯来书七章第一节 这里有讲到一个人叫做麦基什德 他是一个祭司 他是撒冷王 又是至高神的祭司 他是长远为祭司的 就是一直都是当祭司 那第二节那里有讲 所以emy节 kıran 如果сли结肯是特朗公司 亦阪罪祭司 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卸给他 在预重险 那麦基什德 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 仁义王 又名啥能王 就是平安的意思 第三节 那这里介绍的麦吉吉德这个祭司 他是至高神的祭司 是长远为祭司的 所以他这个祭司的身份 跟亚伦的子孙 这样祭司的身份是不太一样 那我们再看过来二十节 到二十五节这一段 这一段我们一起来念 西伯来书七章二十节到二十五节 这一段我们一起念 我们一节一节来 二十节 再者 二十五节的宗宝 二十三节 那些成为祭司的树木原本来 树木本来多是因为有十几个 不能长久 二十四节 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 他祭司的质量就长久不跟坏 二十五节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 他都能拯救到底 因为他是长远活着 为他们祈求的 那怎么那么长久不跟坏 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观念 耶稣是一个永远的祭司 祂永远有那个祭司的职本 那这个祭司的职本跟亚伦的子孙当祭司是不一样的 因为耶稣得到祭司这个职本的 是按照启示 按照神自己启示所立的一个祭司 那这个就是要讲弥赛亚工作 弥赛亚的工作 因为他来到这个世界 要作为人跟神之间的宗宝 这个就是祭司的工作 可是从人间挑选的 时间到他就死了 但是祭司职本的这个约 是给他们世世代代的子孙 所以包含他们的工作也不够完整 因为他们要每年的献祭 每年的献祭 那每次献祭 在那一年当中 他们就得到神的 他们就跟神和好 能够得到神称为义 所以这是一般祭司的工作 可是当耶稣基督成为永远祭司的时候 他不用每一年进自圣所一次 进到自圣所里面 也不用带着牛的血 羊的血进去 因为在旧位时代 这些祭司这样做 是预表着耶稣要来完成的那个救赎的工作 我们再来看西伯来书九章的十一节 一直到十四节这一段 这就在讲耶稣 祂是一个永远的祭司 然后也是更美的祭司 来完成这个永远赎罪的祭的这个事情 那十一节这样说 西伯来书写这一封信的时候 耶稣基督已经来了 那他经过更大更美更全备的杂目 这杂目不是人手所造的 这个章目也不属于这个世界的 这个字幕也不属于这个世界的 12节 他献祭不是用山羊还有牛小牛的血 他是用自己的血 就是耶稣用他自己的血 我们说以前的大祭司 每一年都要进去至圣所 可是这里说耶稣他只有一次进入圣所 他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所以十三节跟十四节 他就用了旧约跟新约来做一个比较 在旧约的时代 祭司用山羊或者是用公牛的血 因为他们为人献祭的时候 要把那个血洒在人的身上 要洒在上面 那这些不洁净的人 因为祭司替他献赎罪祭 洒血在他的身上 他就成圣了 就是说神已经赦免他了 因为有动物为他牺牲了 因为这种赎罪的方法是神认定的 神告诉祭司要这样做的 那十四节就在讲耶稣 在新约时代耶稣的赎罪的事情 基督借着永远的灵 把自己献给神 所以他就是那个待罪的羔羊 那十四节说 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 除去世人的死刑 让他们释放荣生的神 十五节说 耶稣做了新约的宗宝 我们从这里所看到的 新约祭司是以耶稣基督为永远的祭司 所以这讲的就是新约时代救赎的工作 那这跟我们全部的信徒成为祭司有什么关系呢 每个被主所拣选来信耶稣的人 耶稣用他的血来洁净他们 那他们就成为神的子民了 那这些已经信耶稣的人 就是神 耶稣用他的血 所买来 所洁净的 我们看启示录第一章 第四节到第六节 这里有更清楚的说明 我们那个祭司的身份 也就是从这里来的 所以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那个是彼得讲的 那这里是谁讲的 是约翰讲的 不同的使徒讲同样的一件事 彼得讲的比较不清楚 他只是说 你们信了耶稣 你们有君臣祭司的身份 就讲这样而已 没有讲那个过程 可是约翰就写得比较清楚 这段我们一起来念 启示录第一章 四节到六节 第四节 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 但愿从那习在 今在以后涌在的神 和他宝座前的妻礼 第五节 做见证的 从实力 首先复活 为世上君王 元首的耶稣基督 有恩惠平安 归于你们 他爱我们 用自己的学 使我们脱离罪恶 又使我们成为国民 做他父神的祭司 但愿荣荣 全能 会与他 直到永永 圆圆 阿们 我们知道 启示录就是 约翰 他被放逐到一个海岛 当时候 主耶稣 写意象给他看 在意象当中 主耶稣对他讲很多话 其中一个部分 就是要叫他写信 那个亚西亚 有七个教会 你要写信给他们 那第五节的后面 他这里讲一段 耶稣爱我们 用他自己的学 使我们脱离罪恶 为什么我们是被神所爱的人 因为我们得到耶稣的救恩 而耶稣的救恩 是给相信的人 这些 想要信耶稣的人 因着他们的信心 耶稣就用他自己的学 洗去人的罪 因为我们说 耶稣就是 新约 永远的 那个忠保 永远的那个祭司 所以每个信耶稣的人 一定要透过 耶稣的保学 就是有洗礼的这个过程 那个罪 才被洗净 才被洁净 那圣经有另外一个讲话 叫做 重生的洗礼 或叫做 赦罪的洗礼 人接着洗礼 罪得到赦免 那为什么说重生呢 第二次得到生命 为什么 因为我们十足犯罪 罪就进入世界 所以世界上所有的人 那个生命 都与神断绝了 断绝了那个关系 但是我们透过 信耶稣 接受洗礼 在洗礼的时候 跟着耶稣一起死 一起埋葬 一起复活 就得到那个生命 生命的连属 所以这重生的洗礼 就是指着 我们接受洗礼 那个时候 所得到的生命 这在罗马书的第六章 保罗就很清楚地解释 这个过程 我们看罗马书第六章 第三节到第五节 罗马书六章第三节到第五节 到第四节就好 第三节第四节 那这一段我们一起来念 第六章第三节 其不知 我们正受洗归归基督耶稣的人 是受洗归归他的死吗 第四节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归死 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 有心生的样式 向基督建筑归的荣耀 从死里顾我 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受洗是跟着耶稣一起死 那个有罪的那个生命 跟主一起死 受洗后 从水里上来 是 护活 第一次的护活 就像耶稣从死里复活一样 所以每个信徒 当我们洗礼的时候 我们过去信耶稣 常有道理 到洗礼的那一天 你是得到重生的生命 而这洗礼 就是耶稣用他的血 来洗净我们的 那我们再看 启示录 第20章 启示录 20章 第6节 启示录 20章 第6节 这里 这样告诉我们 启示录 20章 第6节 因为在 第5章的时候 也有写相同的 这个事情 可是我们从20章先看 启示录 20章 第6节 我们一起来念 第6节 第6节 在头一次 复活 有份的 有福了 圣洁了 第二次的时 在他们身上没有权命 他们必做神 按基督的祭神 必要与基督一同做王 1000年 这里说到第一次 复活 我们没有死 怎么会有第一次 复活 我们没有经过 死 怎么会有第一次 复活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因为人类的始祖犯罪 所以罪跟死 进入人当中 人的生命里面 因为死祖犯罪 吃了分别 三个 素散的果子 神说 吃的日子 必定死 那个死 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就是 人里面的那个灵魂 跟神的关系断了 第二个层面就是 我们带着肉体 肉体有一天要死掉 而且要归入尘土 可是那个灵魂 灵魂跟神的关系断绝 要怎么样修复 就是洗礼 就是信耶稣洗礼 因为洗礼之后 你就得到新的生命 就是重生 所以受洗礼之后 我们马上成为神的儿女 并且在这里说 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 讲的就是我们 我们必要成为神 还有耶稣基督的祭司 而且要跟基督一起做王 一千年 所以这个祭司就是有君王的尊贵 我知道那个国王就是很荣耀 很尊贵 一般的人是没有的 可是今天我们 信耶稣的缘故 不但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还得到祭司的职本 也要跟基督一起做王 我们再看启示录的第五章 启示录第五章 我们从第九节 看到第十节 启示录第五章 第十节 那这也是约翰看到的意象 第九节 他们唱新歌说 你配拿书卷 配揭开记忆 因为你曾被杀 用自己的学 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的人来 叫他们录于神 第十节 又叫他们成为国民 做祭司录于神 在地上掌王权 这里讲的就是羔羊 那我们也知道 这羔羊指的就是耶稣基督 那当时候他看到的意象是 有四活物跟二十四位长老 他们都趴在羔羊的面前 有拿琴 要弹奏 拿琴 要弹奏 要唱诗 有拿金乳 这个画面就是在敬拜 敬拜的画面 那其中拿着香 这里 那个第八节有讲 那个就是圣徒的祷告 所以那个敬拜就是 有祷告 有唱诗 那借着唱诗的那个内容 在歌颂神 荣耀耶稣基督 那其中第九节里面讲 耶稣被杀 用自己的血 从世界各民族 各方各国 把人买出来 就是用血把人 拣选 挑选出来 然后救赎他们 洗净他们 那这些被拣选的人 他们因为有血 来洗净他们 这些人就归于神 意思就是说 这些人就是属于神的人 也让他们成为基督 国度的国民 也做祭司 归于神 而且在地上 执掌王权 所以我们就知道 透过耶稣基督 成为祭司的国度 所以今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 你一定要很清楚 你信了耶稣 就是透过耶稣基督 成为祭司的国度 这时候就跟旧约时代不一样了 旧约时代只有立位支派 亚伦的子孙 他才成为祭司 可是神的选民有十二个支派 不是只有立位支派 才是神的选民 可是在恩典的时代 在耶稣救恩的时代 不管你是哪一国的人 你是哪什么样的民族 那个不管了 只要你信耶稣 只要你接受基督保学的捷径 你就获得重生的生命 你就成为神的儿女 是神家里的人 是天上的国民 而且你还得到祭司的职份 以前拜神都要透过祭司 你现在每一个人都是祭司 所以你不用透过别人 你只要透过耶稣就好了 因为你信耶稣 你可以直接来到神面前祷告 你可以直接来到神面前向神认罪 你生活上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 遇到什么事情 你都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 你就跪下来 奉耶稣的名祷告 跟神祈求 所以祭司的国度 在耶稣的救恩里面 这个应许完全实现 那这祭司的国度的建立 对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来讲 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恩典 因为这个职份 也跟旧约时代的祭司的 那个职份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具备了君尊的祭司 君王尊贵的那个君尊祭司的身份 因此我们弟兄姐妹 应该更敬重这份职份 是得来不容易的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谨守这个身份 我们就会觉得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信耶稣而已吗 那个生物带给我什么好处 带给我很多钱 不用工作 就可以享受 或许我们会看到一些 不同的想法的人 不觉得信耶稣有什么恩典 甚至有人觉得信耶稣有什么好 为什么我们要用那么多时间祷告 用那么多时间聚会 这个时间来工作赚钱不是很好吗 这个时间跟我的朋友跟我的家人去玩不是很好吗 我们要做身份的那些技能那些才能那些时间 我可以做我想要做的事啊 为什么要绑在教会 如果我们要做到新约时代 要得到在新约时代君尊 我们即使这个身份是不容易的 你会好好地去珍惜啦 而不是会有一种态度说 反正都一样啊 信耶稣跟明信耶稣 还是要努力工作才能有饭吃啊 没有错啊 没有信耶稣都要努力工作才有饭吃 才有钱赚这是没有错的 可是当你明白我们生活的一切 你能够生存 你能够有工作的机会 你能够平安 这是出于神的恩典的时候 你心里面就会感谢神啊 感谢神让我平安 感谢神让我有这个工作的机会 可以赚钱的机会 可以跟家人一起生活的机会 在生活当中懂得敬畏神 因为你敬重这个职份 你懂得敬畏神 赐奉神 按照圣经所讲的 我相信主耶稣不会骗我们 我相信主耶稣不会骗我们 因为耶稣就说过 人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一切需要的就会加给你 所以当一个人敬重自己 有君尊祭司这样身份的人 我们不单单只会珍惜 哇 好不容易得到了救恩 我只要把耶稣抓好就好 甚至我们信主之后的那个生活 是会为了主而改变 一切都是以信仰为中心 以主耶稣为中心 我常常用一个比喻 每个人都一样 尤其是我们信耶稣的人 每一个人都有三个不同的生活部分 我们信耶稣的人 那个没有信耶稣的人 大概就是家庭生活 跟社会上的生活 这家庭跟工作 家庭跟事业 就是这样 可是我们信耶稣人 多了一个叫做信仰的生活 那信仰很重要 所以是基础 如果我们画一个等边的三角形 三角 信仰生活我们跟神的关系 是放在最底下 这个是基础 然后你的家庭 因为有神 有恩典 全家人会享受 那个家庭的 那种温暖 家庭的爱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工作 社会生活 所以人的一生 不是只有工作 也不是只有家庭 也不是只有信仰 是有这三个部分 所以这三个都很重要 信仰家庭跟工作 这三个一样的重要 少了哪一个都不行 特别是少了信仰 更不行 因为两个就会 没有支撑就垮下来 家庭也会垮下来 工作也会垮下来 所以用这个观念来看 耶稣所讲的 人如果先求神的国 这就是你的信仰生活 是基础 是摆在第一位 一切所需要的要加给你 那一切所需要的 就是你的家庭 跟你的工作 所以如果我们看中 我们的身份 一定要回到这个信仰里面 看到圣经所给我们的 一个得恩典的机会 可是当我们不愿意 看中的时候 我们看见了我们基督徒的身份 也看中了我们可以 侍奉神的那个身份 早上我们谈到乙利的家庭 他虽然有那个祭司的职份 可是当他的孩子犯罪 那他就失去那个祭司的职份 那他就失去那个祭司的职份 那神就夺去了他祭司的职份 这过程在撒摩尔记上的二章 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里面有写这一段 他们家 这个家族以后 没有一个老人 因为神责断了他们家的宝贝 那他们失去了那个职份 因为身为祭司 还故意犯罪 这个就是没有看中那个职份的原因 本来在众民当中 神拣选立位支派 来做神的祭司 可是他们没有看中这个身份 神甚至用乙利跟他的两个儿子 践踏了神给他们这个身份 他意思就是说 把这个身份放在脚底下踏 放在脚上去踩 新线时代的犹大 也是 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就有写到 出卖耶稣的犹大 他为了钱 出卖了耶稣 所以他们后来犹大 他去上吊自杀 他就失去了使徒的位分 所以他们后来要选一个人来接替犹大 他们在祷告当中选了两个人 一个叫做约瑟 一个是玛提亚 大家在祷告的时候 他们求主选拣选 这两个人要选哪一个 那神所拣选的那一个 就得到使徒的职奔 因为犹大 犹大已经丢弃了他的职本 他就回到自己的地方 因为人本来就是卑贱的 是卑微的 是神救出来的 最终就回到最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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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就抽出马蹄牙 他就和其他十一个使徒 同德使徒的职本 那这跟我们得到 那个君尊祭司的职分 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珍惜 我们要向以利的家 我们要向犹大 最后也都是会失去生分 也失去生命 失去生命 你不再成为神的儿女 你也不再成为神的子民 你也不再成为神的祭司 那些所有的身份 全部都没了 这就失去 那个尊贵的身份 也失去生命 就是没有永生的判断 所以敬重自己的职本 我们每个弟兄姐妹 不要看清我们信耶稣 所得到的这个身份 既然主耶稣给我们这一切 我们就要从心里面 心甘情愿的来跟随着主 并且做好 我们得到这个身份 应该有的那个工作 一起仓师赞美神 416首 我都不得了 我这是一个完整小时的 是同学的 您可以尽职 我们下瓶 不得了 我们下瓶 我们下瓶